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那 那那个 恶鬼的传闻怎么说呢 他们说友好医院里面有恶鬼 说是我们把恶鬼带到岛上来 说恶鬼现在生气发怒了 所以惩罚孩子们走不了路 就这样的事也有人相信啊 爆发传染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疫苗失效 第二个传染源 疫苗是由大厂生产的 政府负责配送 所以疫苗不可能失效 第二个 接种的是口服剪过疫苗 不是灭过疫苗 那会不会是有人接种完了以后 出现了不良的反应激活了病毒 而导致成为传染源呢 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啊 也几乎是微乎其微 根据WHO的估计 接种减活疫苗以后 发生疫苗相关麻痹的概率 是二十五万分之一 如果四个剂次全部接种的话 风险的概率也只有百万分之一 所以爆发规模性传染的可能性啊 几乎为零 接下来啊 我们要做的是要尽快地证实 这确实是脊髓灰之炎疫情 另外啊还有一个情况 乔丽才跟乔嫂回来了 谁给你们糖吃的 乔嫂 这糖是我给的 乔嫂啊 谁让你们寄来的 不是乔嫂 我们来是来看阿灵跟阿珊的 谁给你看的 给我走 乔嫂 等待会儿 乔嫂 等待会儿 乔嫂 等待会儿 阿难还没接受疫苗呢 阿难还没接受疫苗呢 乔嫂 给我走 你还给我提疫苗 都是你们的恶鬼 带来我们旅水春的 没有这回事乔嫂 孩子生病了得隔离起来 不要被传染 对 你还敢嘴咒我的三哥孩急 走走 你们跟我走 走 乔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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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乔嫂 你走不走 走不走 走不走 我走 以后不许去参加我家 还是去终于聊的车操 刚才幸亏咱们俩跑得快 真的 要是再慢一步 那盆水 它一定会泼在咱们身上 慢点啊 差点真的全身都湿了 对 媳妇 你老碰见这种情况吗 对啊 家常面饭 那 那他们这些人都这样 是因为穷吗 这还不够啊 我告诉你治病容易治什么难 治穷根难 这就是最真实的圆外生活 你不会是想要打退堂鼓了吧 才没有呢 我听您说了我更想试试了 你想啊 谢父都办不到的事 没准我办到了呢 你听起来多厉害 是不是 不过你有这样的志气和决心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而且 你还能超越我 不不不 周月 这里所发生的情况 我都写在我日记本上 如果检验结果出来情况属实的话 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您 真的觉得我行啊 当然可以啊 我得要拜个师父 拜个师父 那你想拜谁啊 拜您呢 那也行 那你得叫吃师父 师父 土